慧光法师,诵经,不是送给佛听。 我们每天在诵经,不是送给佛听啊。 有人说,哎呀,我要诵经。 为什么要诵经? 我每天要做功课,我要跟佛教功课,给佛磕头。 不是哦。 你要对你自己教功课,你不是念给佛听,是念给自己听。 因为经是佛讲的,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,那是念给我们自己听的。 那为什么要念? 因为需要一次再一次的提醒,回忆,一次再一次的思维法意,让我们越来越了解佛的意思,是这个用意。 如果佛经念完了,理解了,却不去用,好像我们现在生病了,去看了医生。 医生给我开了药,药瓶上说一天要吃三次,药吃饱后才可以吃,温水喝下去,方法都讲好了,药的内容也都讲好了。 但是实际上莫有吃,并会好吗? 我每天都把药瓶子拿起来读三遍,说,我们要有慈悲心,要有不失的心,要有无我的心,每天念鸡遍,可是实际上莫有服用这个法药,让身心消化吸收。 我们的烦恼,我们的烦恼会减少吗? 不会。 所以不但是诵经,还要进一步思维,还要落实。 所以文字般若是佛的教法,他透过自己的体证,把他讲出来做为引导众生的一个方便。 如果我们莫有跟佛的心相应,莫有跟佛的精神相应的话,那也只是文字而已,我们只是听了很多很多文字而已。 所以一定要真正跟法相应,透过文字跟法相应。 摘自慧光和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开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